嗨小朋友们今天呢我们要上道德课 来我们拿出来道德作业书 然后打开十六页 打开了吗 那今天呢我们要学关于妈妈生病的时候 那妈妈生病了你应该怎样做呢 把正确的答案画勾勾哦 首先呢我们先看第一个的图片 你看这个孩子 你看这个女孩 她是很棒 妈妈生病的时候呢 她会帮妈妈做家务洗盘子 那这个孩子棒不棒呀 棒是吗 那我们要画勾勾哦 那接下来呢我们看旁边的 你看妈妈病了正在睡觉 她们两个在房间里玩球 那这样做可以吗 不可以哦 因为妈妈病了需要休息 所以我们不可以吵哦 那这样做呢是不对的哦 所以我们不要打勾勾哦 那我们看下面的 你看 妈妈都生病了 然后这个孩子呢一直哭一直哭 妈妈被吵醒了 那这样做可以吗 棒吗 不棒是吗 不棒是吗 那我们不要打勾勾哦 那接下来呢 我们看旁边的图片 你看这个男孩 他很棒 会倒水给妈妈喝 然后呢 会照顾妈妈 那这个孩子棒不棒呀 很棒是吗 那我们要打勾勾哦 那小朋友们我们要记得哦 家人生病的时候呢 我们一定要关心他们哦 照顾他们 做一个好孩子哦 那小朋友们 今天我们的练习做到这里哦 小朋友们再见